圣经哥林多前书四章 经文说到 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一出好的戏剧 需要好的剧本 好的导演和好的演员 打动人心的剧情 可以使人从其中 汲取到生命的智慧和养分 人生如戏 戏说人生 欢迎收听 绝妙小剧场 享受当下 我死了 怎么这么早呢 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 孩子 你不是在做梦 你真的已经离开世间了 该走了 别再迟疑流连了 太快了吧 我还有很多计划呢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你的确该走了 神的 你手里那个手提箱有什么 你所有的东西 你所有的东西 我所有的东西 你是说我的东西 衣服 钱 哦 那些东西 从来不是你的 它们属于地球 哦 那是我的记忆 那是我的记忆 它们属于时间 那 是我的才华 不 它们属于 事件的情境 那 是我的朋友和家人 不 孩子 它们属于你人生 旅途的经历 啊 是我的妻子跟孩子 不 它们属于你的心 啊 我想 那一定是我的身体了 不 不 它属于尘土 那肯定是我的灵魂 孩子 你错了 你的灵魂属于我 哦 那这个箱里头 到底有什么属于我的东西呢 我可以打开来看看吗 可以 谢谢 啊 怎么会呢 手提箱里边 竟然是空的 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嗯 沈啊 难道我从来都不曾拥有任何东西吗 是的 你从来不曾拥有过任何东西 那么 什么是属于我的呢 你的时刻 每一个你活着的时刻 都是属于你的 你在世的生命 只是一瞬之间 所以 人要活在当下 好好地活着 爱在当下 好好地去爱 珍惜在当下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胜败别挂怀 只要认真演 就会有掌声 想看好戏吗 看好戏不如听好剧 广大的声音舞台 延伸您无限地想象空间 欢迎您提供感人的剧本 和故事素材 绝妙小剧场 为您演播每一出精彩的戏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